剑圣柳白随手一挥 一道金光剑意凝聚 指尖轻点 剑光破裂 纸面上一把飞剑浮现 把这把剑交给叶红鱼 若叶红鱼真的误了您的剑意 日后成长起来 请不要成我剑阁大敌 就算没有我这把剑 道吃也一定会越过这道门槛 我只不过是希望它能够更快一些 刘一清去书院挑战宁缺 却被宁缺一道耗天神灰亮下了双眼 幸好宁缺并没有将其杀害 而是交由几位师兄替其疗伤 并缺广阔胸襟让刘一清自愧不如 当即修书一封回剑阁 让哥哥速速清理门户 柳白得知此事暴跳如雷 自己早已知晓此子是西陵暗险 我养了你七年 教了你七年 就算是一把冰冷的剑 也总该污热了吧 西陵卷养的奴才 天生就是块冰驼子 人间剑圣发怒 早已吓坏了这丝 转身便要朝屋外跑去 可一切不过徒劳 无需使出那大河剑意 一抹烟红便沾染了门脸 随后便命远将这一纸黑剑送去西陵 才觉老儿借了把剑给一清 我就借把剑给叶红鱼传令下去 从今日起 我剑阁和才觉思决令 而此时的西陵神殿 叶红鱼正在伐超卷宗 这曾经西陵的荣耀 知命境的大修行家 只因在魔宗山门中被连生三十二污了血肉 又为逃避连生吞噬强行跺境 如今恐连洞悬境界都无法保住 落寞回到西陵 不再受万人敬仰 曾经的道吃已死 活着的不过是叫做叶红鱼的避免 只是依旧眉艳动人 以往对其气氛忌惮的罗克迪 再也无法压抑内心对洁白的渴望 你已经废了 再骄傲也得跪在我的脚下 只要你愿意成为我的女人 我保你离开这 重新做回受人尊敬的思作大人 叶红鱼恼羞成怒 童年的经历曾一次次告诫叶红鱼 那些污秽与肮脏必须死 可那又怎样 如今自己不过是个堕静的废柴 任凭谁都能欺辱自己这弱小的身躯 三个神殿的黑炮长老 此刻根本无需顾忌其裁决思思作的身份 便敢联手七二二上 春风细雨润无声 那不甘与绝望一遍遍在心中咆哮 他将一切罪孽都归结于那言语挑衅的罗克迪 却不知这一切都被光明神殿的长教眼底收尽 恰逢这日 在那道徒送来的卷宗之中 竟夹杂着一封书信 心中伴随着疑惑拆开 仅此一眼 竟瞬间被拉入到一片无尽大河 河面上竟有一人挥舞着长剑 想不到剑圣柳白的黑剑之中 竟蕴含着其毕生的武学 我身前一尺 便是我的世界 便是我与人间全无敌 不与天战与谁战的大河剑义 仅此一招 便已是让叶红瑜无法承受 但这足矣 收拾好心情来到罗克迪的房中 这才觉神观只觉是星星 直到是叶红瑜此刻想通了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清醒过 你要是能够早这么想过 当初又何必大费周章呢 罗克迪本以为可以大快躲营 拿想叶红瑜却忽然一剑挥出 罗克迪冷声嘲笑 你早已不是当日的道吃了 罗克迪本就是动旋巅峰 此刻对战叶红瑜自然不惧 只是不曾想到 忽然一道无尽的黄浊之水扑面而来 罗克迪来不及反应便已被击飞 眼瞳中传来一道剧烈痛意 叶红瑜直接废去了其一只眼睛 我要让你在这世界受到永世的折磨 一语落罢 叶红瑜竟没有再起杀星 出人意料地转身离去 而另一边 宁缺和天狱大神官的三日之约已到 无论桑桑是否去那西陵 都要给一个答复 宁缺此时并没有直接拒绝 只是坦言 桑桑不过十六岁 如今去西陵座光明大神官与您平起平坐 终是有不妥 三年之后定带桑桑附回西陵 见宁缺此般坦率 这天狱神官索性也不再纠缠 好 三年后再西陵见 这副官心中不解 天狱大神官则会突然间答应命确 就看一道浩天光辉一闪 天狱大神官的一只眼睛居然流红 所谓天狱便是狱之未来 三年后的桃山上 我看到了光明 三年后 他一定会回到西陵 你还看到了什么 他的强大超乎了我的想象 我只看了他一眼 便心心下了 哪里还能看到别的什么 光明不灭 浩天永存